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江苏高考状元吴源清北 朋友圈回应曝光 给孩子一个好心态 胜过给他十栋房子 近日江苏文科状元白香林 屡屡登山热搜 江苏高考总分480分 他考了430分 他却无缘清华北大 甚至连国内很多优秀的 985 211名校 他都上不了 只因为他的历史选修是必加 不同于其他省市 江苏的高考政策是 选修算等级 而清华北大等国内 众多高等学府 几乎都要求选修科目等级 必须在A级以上 明文规定不可打破 将他拦在梦想学府的门外 据了解 白香林家庭并不富裕 父母在批发市场卖灯室 如今好不容易寒窗苦读十几年 终于有实力踏入中国最顶尖的学府 却在临门一脚时出了这样的差错 换作一般人 多少都会纠结 悔恨 就连网友都为他晚期 鸣不平 但他却丝毫没有自怨自艾 反而发朋友圈称 自己心态好的很 面对镜头 他也笑笑说 虽然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也不是非要上清华北大 未来才能变得一片坍途 接下来会在能力范围内 选择最好的学校 不得不说 这心态实在令人佩服 在经过多天的等待之后 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 都已经官宣 向白香林抛出橄榄枝 欢迎报名 专业随便挑 自然没有考上清北 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尤其是像白香林这般 不仅实力强 心态还好的孩子 失忆时 也能在黑暗中看到亮光 不轻易沮丧 英国首相约翰逊曾说 能看到每件事情的好的一面 并养成一种习惯 还真是千金不换的珍宝 心态好的孩子 到底有多赚呢 一 心态好的孩子 更容易成功 今年6月29号 陕西省巡阳县 一位17岁女孩 跳楼身亡 究其原因 竟然仅仅是因为早恋问题 那天老师巡逻学生宿舍 顺路看到了女孩 想找她谈谈心 谁知道 还没等老师忙完手头的事情 那边女孩已经想不开出事了 结果 谈心没谈成 孩子抢救无效死亡 大好的青春就此埋葬 底下有一个高赞评论 其实早恋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为啥想不开 是啊 遇到点挫折 就抑郁难消 选择自杀 实在可惜 本该美好的一生 还没真正地开始 就断送在自己的手里 美国知名成功学家 说过一句话 人与人之间 只有很小的差异 但是这种很小的差异 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 很小的差异 就是所具备的心态 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巨大的差异 就是人生的成功和失败 一个人的心态 决定了人生最后的走向 近日 山东玻璃男孩 徐晨杰登上了热搜 徐晨杰一出生 就患有先天性脆骨病 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正常行走 而他却凭借自己 十二年的努力 得到了六百五十四分的好成绩 健全的孩子 都难以取得 这么优秀的高分 作为一个先天缺陷的病人 可见他浮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他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屡获三号学生 叹气想法 他的一句话感动众人 我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人 像普通学生一样 严格要求自己 我也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心态决定人生格局 人生格局决定了行动 一个人要想成功 离不开好心态 心理学上有一种成长型心态 拥有成长型心态的孩子 擅长在困难中 及时汲取养分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获取成功 父母无需担心 他们遇错时是否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只会越挫越勇 有句话说得好 什么心态什么命 有好心态的孩子 更容易成功 杭州有一个13岁的小学霸 叫小小 从小成绩优异 有他在的班级 别人只有拿第二名的份 但作为同龄人的佼佼者 他过得并不快乐 最后还患上了抑郁症 彻底爆发 是在一次单元测试中 他只考了第五名 说实话 第五名也不差 他却就此丧失斗志 觉得那是自己人生的污点 不想去学校上学了 父母批评了一顿 孩子便一气之下 用美工刀割伤手臂 扬言自己不想活了 按理说 小小什么都好 学业好 家境也不差 理应过得幸福快乐才对 但错就错在 孩子没有一个好心态 自我要求太高 爱钻牛角尖 日本经营之圣 道圣和夫曾说 人生的道路是由心来描绘的 成功不一定带给孩子幸福感 好心态 却可以让孩子拥有真正的幸福 当幸福来敲门里的那个儿子 父亲事业破产 母亲落跑 家境穷困潦倒 几乎一无所有 只得整天和父亲在外流浪 风餐露宿 住过纸板房 睡个厕所 但在困境之中 他没有怨天尤人 更没有觉得自己不如人 反而鼓励父亲努力工作 父子俩即使过着流浪的生活 生活的快乐丝毫不解 决定幸福与否 并不是所谓的成功 而是一个好心态 好心态的孩子 身处惊奇 也会犹如弹簧一般 适应一段时间之后 快速调整 找到自己的节奏 坏心态的孩子 即使拥有金山银山 也难展开幸福的欢颜 为人父母 我们最希望的莫过于 孩子一生喜乐 忽视了孩子好心态的培养 无异于在孩子的人生中 埋下终生的隐患 而培养一个好心态的孩子 远胜于给他成功和财富 三 孩子的心态秘密 原来藏在这里 教育学家杨永梅说 父母的心态 确定孩子的状态 父母开始转念 孩子就开始转变 想培养一个好心态的孩子 父母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素有篮球之神之称的乔丹 高中时期 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那时候 他身高只有一米九三 个子太小 连篮球队都不要他 乔丹回到家特别沮丧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作为黑人 打篮球是他上大学的唯一路径 此时 乔丹的妈妈一点都不急 在旁鼓励他 篮球队这次不要 没有说一辈子不要你 好好练吧 没有长篇大论的评判 没有武断地贴标签 没有提出结果上的要求 母亲简单的一句话 成为乔丹一生都在奉行的话 在成为篮球巨星的路上 乔丹一度转头去打棒球 所有人都在嘲笑他 你一个打篮球的 去打棒球 丢脸不丢脸啊 放弃吧乔丹 甚至把他的照片 蹬在杂志上 附上棒球场的耻辱 可他都不以为意 这是单纯的练习 最后 他又重回篮球在场 再次回归巅峰 培养一个好心态的孩子 父母要有一个好心态 懂得如何强调过程的重要性 指出明确的目标 让孩子忘记眼前的烦恼 把眼光拉远 就像乔丹的母亲 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 给孩子指明方向 话不多 却最管用 马斯诺曾说 心态若改变 态度跟着改变 态度改变 习惯跟着改变 习惯改变 性格跟着改变 性格改变 人生就跟着改变 同理 想要改变孩子的人生 得先培养孩子的好心态 想培养孩子的好心态 自己先成为一个 好心态的父母 这个道理不难明白 做到却不容易 我们共勉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